唐燕成立工作室后 他担任制作人的首部电视剧 《大唐后飞转之》 《珍珠传奇》 正在解罗秘谷的筹备中 日前唐燕到上海出席活动时告诉我们 他当制作人可不是闹着玩的 这部剧光制装费就要花上几千万 还是要好几千万 这是跑不掉的 因为服装方面我自己要求 我对这方面把关还蛮严格的 因为一部戏的好坏 它的服装也很重要 因为它体现了整个戏的质感 出来的画面的质感 所以这方面是没有办法省钱的 这么多的资金去哪找呢 为了让工作室打响第一炮 唐燕决定自己亲自出马去拉赞助 这让唐燕压力非常大 还好好姐妹杨幂一直在身边鼓励她 杨幂有没有鼓励你呢 有啊 她是 我觉得 她真的胆子比我大 我觉得我相对要比她保守很多 所以说 我跟她的友谊 还主要一方面体现在 我们两个真的是个性的互补 对 就是能够取长补短 由杨幂担任制作人的电视剧 据《微时代之恋》刚刚杀青 虽然杨幂在当制作人方面 也还是一个新手 不过对于唐燕来说 杨幂已经足够当她的老师了 那有像杨幂去习近乱吗 有啊 因为我是一个对金钱数字 没有什么概念 我小时候数学就不好 然后 但是 就是在这方面 预算啊 制片啊 这种 包括对演员 谈期啊 什么的 进阶段跟她交流 这方面的心得 比较多一点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